全世界总共有1.3亿未成年女孩没有上过学 其中有1500万小学年纪的女童没有进过教室来上课 为了响应世界儿童人权日 花蕾女中与台湾世界展望会合作办理草地音乐会 邀请校内音乐社团透过女校同学的角度来为女童发声 期盼社会大众重视国内外女童的权益问题 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 根据统计每9位女童就有一位在15岁前被迫结婚 受教权也被迫中断 为了响应世界儿童人权日 20日中午特别与花蕾女中合伴草地音乐会 邀请校内热音社、音创社及六弦社 各自带来象征勇敢与鼓励的主曲 接力献唱表达对女童的关怀 做军人啊还是在职场上啊都会相较于男生落益点 然后就可能他会畏缩他会退缩 然后我们希望这首歌就是勇敢追随自己的梦想 然后不要害怕说人家会超过你还是什么 永远跟自己比 然后每一次都要超过自己 然后去追随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第一首是凡人 他是写在人生比较低潮的时候会经历到一些事情 然后第二首我们就接你的答案 他是第一句是黎明的那道光 就有一种能够在黑暗之中重建希望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一首是我的骄傲 就是希望就是歌词里面写到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骄傲 我觉得这是可以带给人一种自信 然后让女童能够更相信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那种人 我们花园女中向来其实很重视学生的课业 然后对于社会的关怀 关心族群 那我们会希望学生懂得爱与尊重和包容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 让更多人看见就是女童的需要 然后我们亲而希望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然后带给一点影响力 印度孟加拉或者是南部非洲 其实那个女童的权益受到影响的部分会特别明显 对那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就是在男女的权益的平等上面 其实女生有一样的权利是可以读书 可以升学可以工作 其实是非常幸运 但是所以特别谢谢花女的同学 能够一起来为这个议题来发声 因为跟她们同样年纪的女孩 不见得有同样的幸运 能够来接受这样的教育 在台湾以外许多国家的女童 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情况下 往往是被优先牺牲的对象 台湾市展会东区办事处长肖文荣 华联女中校长詹满福表示 期盼透过女校同学的视野角度 体认世界上各角落 还存在面临艰难困境的女童 透过歌声 唤醒社会大众对女童权益的重视与关怀 记者讲方言华联市报道